今年真的會有演唱會 因為20週年 所以我一定會把新專輯跟演唱會這兩項重要的目標 就是一定會把它完成 恭喜出道20週年 今天一接這一天的時候會不會覺得感觸很深 我自己都不感覺時間怎麼這麼快已經20年 如果你突然到了個噴嚏 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 愛你 他真的兩句話 該比的新我都比完了 我相信今年我還會有很多比新的機會 可以提供一下 譬如說像這樣子啊 或是最早的這樣子啊 或是這樣子啊 或是這樣子啊 OK好我想要求助藝人 太難了這一題 真的我已經快要比到重途末路了 可能就是這一種 他給我用腳趾 會不會有點突然我們沒有特別講 有 有 對20週年快樂 我現在在錄音間 為什麼呢 因為20週年 20週年很重要的 就是要把新的專輯作品推出還有演唱會 對 我自己也很期待新的專輯跟演唱會 恭喜出道20週年 謝謝 今天一接這一天的時候 會不會感觸很深 沒有感觸很深的感覺 其實我自己都不覺得已經20年了 你知道嗎 我自己都不感覺時間怎麼這麼快已經20年 在歌名就是 他們有做一些 各個地方的一些這個 應援的這個看板 然後他們去打卡 我去看他們打卡 然後轉發他們的打卡 因為我是聽說他們在20個城市 因為20週年 都有應援的打卡 我就覺得說 哇 很感動 很開心 覺得他們都長大了 20年裡面 你有沒有你自己最難忘的時刻 這問題真的很難 或者是你第一個想到的 你可以 這問題跟那個 要我選最喜 就是我最喜歡的一首歌 一樣難 這很難 因為 因為我 每一個階段也都會有 令我喜歡的歌 跟或是感動的時刻 每個階段不太一樣 那你願意送兩句 愛你給我們嗎 小小唱兩句 愛你送我們就好 送給我們跟林寶 如果你突然到了個噴嚏 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 愛你 他真的聊天 我們期待專輯跟演唱會 還有跟你見面 好 謝謝 謝謝王魚 她說 心靈去年靠著愛你重新翻紅 那你有抗拒過不想在意甜美 或可愛的形象示人嗎 甜美這件事情 就是我本人的特色 它不是我的包袱 所以 我覺得每一個人 就真的還是要做回自己 做回最真實的那個 自己是 你知道嗎 那是最好的 我覺得關於愛你這件事情呢 就是 我也做了很多花式的筆心 我現在就是很需要大家可以 可以給我多一點資料 因為那些該筆的心我都筆完了 我相信今年我還會有很多筆心的機會 可以提供一下 譬如說像這樣子啊 或是最早的這樣子啊 或是這樣子啊 或是這樣子啊 OK 好我想要求助藝人 太難了這一題 真的我已經快要比到重途末路了 可能就是這一種 他給我用腳趾 今年真的會有演唱會 但什麼時候 還無法跟大家分享 當然今年會 因為20週年 所以 我一定會把 新專輯跟演唱會 這兩項重要的目標 就是 一定會把它完成的